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修一台海信的39层一级电视机 它的问题是能开机有声音 就是黑屏 我们先开机看一下 声音是有是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屏幕 黑屏 然后我们从这个电视后边 这也能也看不到里边的灯光 像这种问题 一般的都是90%都是背光灯的问题 这个电源板出现这种故障比较少一点 最近几年出的这些液晶电视机 一般用过4年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部分都是灯坏了 90%都是灯坏 然后剩下10%一般就是这个电源的问题 我们怎么能快速的判断出 是这个灯条的问题 还是这个主板的问题 我们只需要用个弯表就可以判断出 电源机内部它就是两块板子 这一块是主板 这一块是电源板 我们看一下 这条线就是背光灯的灯条线 我们给它通热电开机 用弯表来测量一下 看它的输出电压 我们首先把弯表给它调到直流1000V 然后把表笔接在这个位置 我们给它通热电开机 看一下它的电压是多少 220多伏 230多伏 看一下这个电压是有的 有电压 然后灯不亮 它这个就是灯条坏了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在我们开机的时候 如果能测到这个这边这个电压 瞬间它是有个电压 后边就没有了 像这种情况 也是这个灯条的问题 它这个主板 它会有的一些这个电源板 它会检测灯条的电流 它检测灯条电流 它不正常以后 它就会保护 所以说它就瞬间有个电压 然后保护以后 就没有电压输出了 朋友们如果在微信的时候 遇到这种开机有声音 黑屏的情况 可以按照我的方法来检测一下 现在我手里边 没有这样的灯条 过两天以后 货到了 我会接着给大家 再拍这个更换灯条的一些 注意事项 好了朋友们 视频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